政治工作者赵明福离其坠楼身亡已经15年了 高庭尽早批准赵明福父母提出司法检讨 发出庭令预令警方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赵明福命案的调查工作 另外在槟城涉嫌性侵13岁未成年少女的4名男子面控 但是异形人否认有罪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赵明福父母入禀法庭要求法庭宣判警方疏忽 以及预令警方完成15年前命案调查提出司法检讨 成省的高庭法官拿督望阿莫法利尽早聆听申请人 赵明福双亲的代表律师和答辩人代表律师陈次后 预令警方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对15年前赵明福命案的调查 法官认为每起案件都必须有最终结果 我国每位光明都应该获得正义 警方过度拖延这起案件的调查工作 因此预令答辩方也就是警方从即日开始在6个月内完成调查 对于法庭裁决赵明福的包妹赵丽兰指出 希望警方把握6个月调查事件 尽全力调查赵明福命案 另外在槟城涉嫌性侵被成年少女的4名男子 今天被带往佛罗山被递停面控但是都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4名被告在11月10号凌晨2点到5点 在新港的住宅强奸13岁又11个月的未成年少女 抵触刑事法典第376之一 与16岁以下少女发生性关系条文 被告一旦追成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20年以及鞭吃 监控官指出基于这宗案件属于严重罪行 加上所有被告年龄超过16岁 所以不建议保释 法官最终宣派4名被告不允许保释 并责定案件在明年1月7号过堂 同样在槟城拥有犯罪前科的48岁小贩 因为非法持有两把手枪和8枚子弹 今天被控两项控撞时扶手认罪 根据第一项指控被告康天顺被控在今年11月10号 在苏丹阿兹兰沙路被查获非法拥有8枚刻上泰国字的子弹 抵触1960年军火法令第8之A条文 一旦罪成将面对监禁最高7年或罚款1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第二项控撞则指被告拥有两把手枪 触犯1971年军火法令第8条文 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面临监禁最高14年 以及鞭吃不超过6下 法官允许被告以13000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定在下个月17号过堂 中文庆被告出公司提供被告州 Fear